请趋缓了 现在交通部也退出了最新的旅游折抵方案 现在只要入住像这样子的星级酒店 最高就可以折抵到1300元 交通部预计在7月15号启动国旅补助 国人住宿周日到周四 也就是平日入住合法旅宿业折800元 另外住的是星级旅馆 浩克民宿自行车友善旅宿 环保标章温泉标章的旅宿业 或是旅客本身有打三剂疫苗 还可以加码折500元 每房每晚最多折1300元 先住先赢 谁先住谁就能先获得补助 我们连餐食的部分也想说 直接回馈给所有的客人 我们连餐食都加码送1300块钱 给所有的住客 位在逢甲商圈的四星级饭店 以往暑假订房都爆满 今年因为疫情目前订房五成 因此抢搭国旅补助 也推餐食优惠稀客 另外还有像这种饭店结合 游乐园也有在国旅折扣 补助的优惠范围内 而且饭店还会另外 再推出加码的折扣活动 270度落地窗景观 高处远眺火岩山 往下看就是游乐园的 清凉泳食和大海啸 右手边还有摩天轮 乐园结合饭店 也要在暑假冲一波高定房率 在7月3号开始 每个分店只要前100名 每日100名 都还另外再加码800 所以是可以最高补助到2100元 不止饭店住宿有优惠 观光游乐业入园也有门票折扣 平日票价达三折 外国人也适用 还有团体旅游补助 每团最高三万 目前补助的细节还没公布 但各饭店乐园 已经摩拳擦掌 在国旅补助上再搭自家活动 折上加折 把之前因为疫情影响的暗淡业绩 重新提振赚回来 华视新闻 收藏黄连辉台中报道